那我们上节课讲到了这个搭建集群开始搭建backup服务器对吧 那上上节课老师有点事情 然后我们Lidl给大家做了一个AWK的讲解 我看的内容讲得很棒啊 你们感觉Lidl讲得好不好啊 好 是吧 你们都学会没有啊 我希望我们班至少10个AWK哥 基本上要达到Lidl的标准 不要比他差太远 达到他80%的一个高度 有没有能达到的 举手 一二三 有没有在毕业前能达到的 想达到的 好吧好吧 AWK几乎是万能的命令 他在命令行是一种命令 在程序里面它是一门语言 将来做什么事情 别人用命令搞定 你用AWK搞定 你的逼格就不一样 这些AWK的能力 我也得跟李导学 我也没有他那高度 有些东西我也得先备课 然后才能给你们讲 我们可能在第八关会有述主讲解 但我不知道有没有讲到 因为我没有听 非常遗憾 我昨天早上凌晨 我就走了 去某一个学校了 凌晨三点多出发的 然后今天早上九点半到北京 坐飞机去的 坐火车回来的 到那就演讲 所以我要给大家一个危机感 我这次演讲的学校全是本科 也就是说咱们7月份 咱们那款毕业 可能同时会上来我们两个这样的班 全是本科生 大家有没有危机感 你们要不持续努力的话 就不要被他们给碾压过去 现在26期已经很有危机感了 因为咱们28期 我感觉努力比26期要好 要好 然后我请组长 咱们组长们要看住自己的组员 我们的班副 看住自己的组 让每个同学都能达到一个高的标准 好不好 然后不要忘了 我们的约定 我们要出去玩 只要有一个达不到 那我就不去了 咱们全体要达到其中架构 站在我这讲解 我们这个班 我期望80%都要来讲 届时我们开123 我们四个屋进行讲解 一定让你们全美说出来 好 我们昨天也给大家邀请到了森华一腾 做机房知识的讲解 这部分怎么样 有没有学到点东西 也学到点是吧 好 森华一腾是咱们战略合作伙伴 他为我们做机房的参观 也花费了不少力气 我们这么多人一次头都去不了 据说得分两三天去 然后这次跟我们分享也是免费的 免费的分享 有没有给大家礼物什么的 没有 这点你跟他说说 不过人家已经过来分享 并且已经带我们参观机房 已经就很不易了 我们不要要求太高 我们一分钱没给人家 所以我也总在人家面前 在你们面前说什么 选机房首选 神华一腾 选云基帅首选训达云 帮忙都是相互的 我们要学会鼓励别人 学会感恩 说别人很棒 将来有一天别人就得说 你很棒 你是吧 我靠 对 好 好 开个小玩笑 然后我们就开始 我们今天的课程 好